那么今天的庆典活动我们到此就要搞一段落 那么精彩无限往后我们瑜伽会发展得更好 既往开来我们四周年可能会在任何一个你可能想到的角落 或者想不到的地方再次相见 主播的舞台会更大 我们的梦想也会更大 那么最后我们有请我们的燕总上台为今晚的晚会总结致辞 有请我们的燕总上来 烙上一烙 有请燕总 来 欢迎燕总 来 把舞台交给你 大家好 我是瑜伽的王春雷 刚才这个弹总上台的时候 看着我 问我为什么看着他笑 是因为我看着他拿着手机 因为我也需要拿手机 他没有给我准备台本 因为这个今年是瑜伽三周年的年庆 周年庆我还是非常的激动 有蛮多话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怕自己记不住 所以记了个小本本 对 这个 那我就边看边跟大家讲 然后讲了不周到的地方 大家别介意 今天因为这个 瑜伽有事情在国外出差 所以他没能到线上来去跟大家 讲话和交流 我觉得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我们瑜伽年会的时候 这个遗憾一定是可以弥补的 那么今天我就代表瑜伽 代表瑜伽 跟大家做一些思想和想法上的 工作方面的总结和汇报 其实这个 我来瑜伽时间没有那么长 我来瑜伽时间应该是刚买两年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这也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不知不觉的这个瑜伽就已经山岁了 我们从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几十个主播 发展到这个 我们线上加线下签约的主播 两万多个 其实是一个很巨大的成功 对 我们这个从压压学语 成长到这个 中国第一流的互联网的演绎和经济公司 这中间离不开 非常多的主播的心情的耕耘和努力 那么也离不开众多的粉丝 对我们瑜伽一以贯之的支持 更离不开我们这么多瑜伽本身的这些管理们 辛苦的工作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 2015年呢 我们提过一个词 叫做黑暗无边与瑜伽并肩 我当时在年会的时候也解释了这个词语 我们为什么提了这么一个口号 因为当时呢 我们觉得自己是互联网的主播演绎方面的先行者 我们在黑暗中探索 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黑暗中有什么 我们这个摸着石头过河 带着瑜伽的主播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对 但是呢 这个到了2016年的时候 我们突然之间发现整个行业发生了特别巨大的变化 在2011年初的时候 直播行业突然之间一夜爆红 并且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整个中国出现了200款以上的直播APP 其实我们看到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过往这些主播 直播行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辛勤的努力和 主播通过直播这种工具去表演和演绎的这种内容 获得了用户获得了行业的认可 这个其实是给我们打开了一片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蓝海 那么这个 现在这个 在这种形式下 我们主播应该做什么 我们瑜伽应该做什么 我可能表达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那么对于新主播来说 现在有巨大的新的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直播的用户 在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涌入这个行业 那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红利机会 如果你能在这个期间崛起 你就有机会在这个行业里边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可能直播 主播的这一个事情 你可能就在很难去介入 后来者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对于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的主播 现在的机会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主流的娱乐的媒体 新闻和行业 从业人员都开始正式直播行业 正式主播这个职业 那么你们有机会向上再走一步 从一些秀场的主播 去转化成这个 整个全网 明星级的网红 我觉得这就是这些 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主播 在现在这样的历史机会下 面临的机遇 那么瑜伽应该干的是什么事情 瑜伽应该干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给 无论是老的主播 还是新的主播 以精准的定位 并且通过短视频 通过直播 通过异部的文本 通过网剧 通过网大 通过你一些精彩的 才艺表演 品牌代言 全面地去包装我们瑜伽的主播 去把你的个性的光辉 释放到极致 在这种历史性的 用户的流量红利的前提下 去把这个 你的个人的形象和品牌树立起来 我认为这就是瑜伽 作为一家传媒演艺公司的使命 在16年呢 我们的这个观点 也初步地得到了 资本行业的认可 我们在16年的中期 我们拿到了北京的军联资本 拿到了IDG 拿到了达成资本 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 王校长的普世资本的投资 他们用资金投票的方式 来支持瑜伽 对这个行业的 思路上的探索和发展 和去年相比呢 整个行业有了这种革命性的变化 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我在这里 希望所有的瑜伽主播 和各位粉丝 和我们一起 去把目光放远 我们的征途 应该在整个中国 甚至世界行业的 星辰和大海 那么我再提一句 2016年的口号 就是2016年 雨过天晴 与我同行 谢谢大家